第二章 钱到手了 江流石拿着手机翻来翻去 忽然看到了一个非常骚包的头像 顿时眼前一亮 这个头发梳得油光水亮 带着墨镇的人叫马浩 是学校里挺有名的一个人 不过他有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能之类的 而是因为他的人脉很强 这一点从江流石都加了他的QQ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和江流石不得不说是两个极端 但是也差不多了 江流石平时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人 一点都不活跃 除了班上的人 没有几个人认识他的 江流石隐约记得 他在李军那里听说过 这个叫马浩 有个朋友是做校园带的 有些女孩子为了借钱 不仅把学生证身份证都拍给他的朋友 甚至还是拍一些不眼的照片 如果他们不还钱的话 这些身份证信息就会被公知于众 发给他们的同学 老师乃至家人 江流石刚刚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还是挺无语的 这些女孩子 大部分也就是为了买一些东西 满足一下虚荣心 结果就做出了这种事 马浩 经常从他朋友拿一些女孩的布牙照来 发到同学的群里分享 不少人一起品头论足 当然对于这种女孩子 江流石也是不屑于同情的 原本江流石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可能和这种事 掺和上的 但是现在他却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马浩 可以向你借朋友借贷吗 江流石迟入主题的问道 马浩很快就回复了 可以啊 你是哪个班的 哪个系的 江流石直接将自己的学生证排了过去 马浩确认之后 便问道 你要借多少 借两万 反正是专门做放贷的 江流石已经不客气了 不过根据他以前的了解 两万应该是最高的额度了 再多的话 马浩可能就会拒绝他了 毕竟他的家庭背景什么的都不是秘密 马浩随便一打听 就知道了 马浩虽然被吓了一跳 两万 对于学生来说 那可是一个大数目 许多寄予收借贷 也要是借几千 甚至借几百 你借这么多 干什么 女朋友堕胎 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马浩问道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问了 说 要什么条件才能借给我 江流石说道 嗯 这样吧 你把学生证价给我 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 另外 你还要给我写个借条 上面写着五万 还要录个视频 拿着借条 点出上面的内容 就说是自以 自愿的 就行 等你还了钱 这个借条 我会当着你的面 销毁的 两万块钱 你要用多久 马浩问道 一个月 江流石说 行 那到时候 你就还两万五给我 都是一个学校的 我也不怕你不还钱 你懂的 马浩说 可以 江流石 暗暗地扎了扎嘴 这利息 一般的高利贷 都没这么狠 而江流石 现在也看了出来 什么他的朋友 估计 这借贷 就算不是马浩在做 也有他的一份 马浩 似乎底气很足 并不会担心江流石赖账 也不知道 他是有什么手段 估计不还钱的话 就会让江流石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吧 江流石 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什么利息 什么威胁 到时候都是末日了 他还在意 区区一个马浩 下午 江流石 在网上找了好了 一家租车公司 然后 便去了和马浩约见的地方 办好了手续之后 拿到了钱 马浩一边拿着手机 给江流石转账 一边好奇地 打量了江流石 问道 你借钱 到底要干嘛呀 做一件大事 一个星期以后 你自然就知道了 江流石 隐秘地说道 马浩 无语 这个人 怎么神经兮兮的 他顿时 有些后悔了 不过 钱已经转了 马浩 也很快就无所谓了 反正 不管是神经病 还是怎么样 还没有学生 敢欠他钱 不管呢 江流石 拿到了两万块 立刻就赶往了租车公司 中巴车的数量不多 不像小轿车 那么容易足利 江流石 也是在网上 问遍了所有的租车公司 才找到有一家 有空余车辆的 对方 督促着江流石 赶快去 只能给他保留 两个小时左右 江流石紧赶慢赶 提前了一个小时 到了租车公司 远远地看到了 门牌上的招牌 他的心中 顿时输了一口气 租车公司的门店不大 里面布置的简洁大方 在一块招待的桌后面 站着一个长相甜美 扎着马尾辫的女孩 这个女孩 穿着租车公司的制服 很简单的制服 穿在她的身上 显得干净 亮丽 她大概只有 十八九岁的模样 清纯而至难 这女孩 正在和另外一个 穿着西装的人 说着话 看到江流石来 便朝她露出了一个 甜美的笑容 点了点头 示意江流石 稍等一下 看到这样 青春洋溢的气息 在面皮扑面而来 江流石愣了一下 这招待 还真年轻 江流石 坐在了沙发的旁边 偶然间 她看到女孩 桌边的文案 露出了一条 英语六级的词汇书 她顿时心中了然 这个女孩 应该是一个学生 甚至有可能 就是他们学校的 她来这里 是做兼职 赚生活费的 这个租车公司 离大学不远 雇一个 长相甜美的女生 做招待 人工费便宜不说 而且 这样清纯的女孩 也能让生意大好 你好 我是这里的客服经理 文小甜 你可以叫我小文 很高兴为您服务 女孩 很难个人说了两句 大概是说得差不多了 便转身 看下了江流石 她青色的外表 配合了商业化的问候 给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并不显得违格 反而有些可爱 你好 我在网上预约了冲发车 江流石 站起身说道 啊 这个呀 少女有些为难 她不好意思地说道 对不起 最后一辆冲发车 刚刚被这位先生租下了 江流石 打电话来的时候 就是她扬下的单子 可是 那辆车 却被老板租了出去 她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她 只是一个打工的 怎么可能左右老板的决定 真的对不起 你要是要等的话 要不你再重新预约一下 过几天 估计就有车了 到时候 这位客人用完 也会归还回来的 文小田 很抱歉地说道 江流石愣了一下 她哪有可能等那么久 而且 有车的公司 就剩这一家了 这时候 不可能 没有别的办法 她想了想 突然问道 付款了没有 啊 还没有 不过 已经要签合同了 文小田 有些不理解地回答道 她不知道江流石 问这个做什么 旁边的西桌男 看了一两江流石 眼底 眼影有了些笑意 她看得出来 江流石很急 不过 谁让江流石晚来了一步 而且 网上预约的话 没给钱 老板 想不做谁 就可以随时回约的 哦 没给钱就没事 告诉你们老板 我一天加两百 租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 还会再租 而且 我就在室内用 也没什么磨损 江流石说道 文小田 愣了一下 又看向了西桌男 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样的事情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家三百 江流石又说道 文小田 犹豫了一下 这涉及的金额 已经不小了 而且 江流石看起来 确实是很着急的样子 先生 按照规定 我必须打电话请示了 她对那个西桌男子 不好意思的说 那个西桌男 也是无语了 刚刚 还有点小心灾乐呵 没想到 好像 就遇到一个富二代了 算了算了 你也别打了 就租给他吧 西桌男说道 这电话打出去 结果会怎样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了 何必多此一举 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您要是用 等这个周末再用车也行 要不 我过两天再给您安排吧 您看 这位客人 也是挺急烈的用车的 文小田 连忙又赶忙道歉道 西桌男 看了江流石 也不过二十岁 一副学生的样子 他忍不住问 小伙子 你租这么久的车 干嘛呀 放着 江流石说的 放 唉 得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有钱就任性啊 江流石 才不管这两人惊叉了目光 他完全就不在意别人 不怎么看待他 江流石 很快就跟租赁公司 签订好了契约 他扫了一眼 赔款 果然 这种租赁条约 对顾客是非常苛刻的 动辄 这是各种的赔款 若划上一条划痕 都能赔上很大的一笔钱 不过 江流石对此 只是扫了一眼 然后就大笔一挥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车 可不止会被他弄上划痕 您的身份证 又压在这 接待满脸的笑容 啪 江流石 当早就准备好了身份证 往桌上一拍 然后接过了车钥匙 刚往门外走了两步 江流石又倒了回来 能帮我找个司机开回去吗 是的 他没有驾照 您的老师 词